《法洋神的聖情》、《法洋法》、《茶经法》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只是说神的爱、神的恩典 这是应该说的 但很重要的是说神的圣情 让我们更加认识神、更加喜欢神 因为说到恩典就是神做什么 比如说神很爱我们 神看着我们、陪伴我们 医治我们、在我们生命有其他 这些是好的 这些就是说到神做的事和我们的关系 这是恩典 就是神为我们所做的事 但我们除了欣赏神所做的事 我们也欣赏神自己 我说过《法洋神的聖情》、《法洋神的聖情》、《法洋神的心态》 就是有这个心态祝福人 第三就是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就是具体有什么为我做的 救恩、帮助、祝福 第四就是什么计划 第五就是他最后的行动怎么行出来 这里有些地方是重复的,不一定要五样都能找到 但他将它分类,就是神的圣情,想帮人的心态 神的恩典,他的计划和行动 因为行动和恩典有时会重复 为什么我们要五样都去发掘呢? 因为我们要找出神的美好 例如我用浪子比喻这个情况 如果说的恩典,就是当浪子是一个罪人 是不好的时候,他的爸爸就遥恕他 接纳他,把好的礼物赐给他,接纳他做儿子 这就是他的恩典 很多人会说的法则主要是这些 但其实最重要不是这样的 最重要是神里面有这种性 当他见到一个人这么差的时候 他的心会不介意他的差 他的心会仍然爱这个人,喜欢这个人 他的性就是,无论你怎样差也好 他会不受你差的影响 而他依然是坚持会爱 亦都是他的性情去爱 因为这件事就是我们认识神 不只是说神在做什么 当你认识神的时候 你就会很不同 为什么呢? 你知道神一定坚持爱我的 神一定持续爱我的 神一定是,就算我失败了 他仍然在爱我 他永远都不会改变 他这种性就是会挂着人 很想祝福人 很接纳人,不给人的罪影响 这是他的性 就是他的性情 然后他的心态 他有这个性情不代表他会行动出来 譬如有些人很好人 但他不会派街坊 他不会派街坊 他都很多钱 但他未必走来帮你 他未必有个心态帮你 但神有个心态,全人都帮 他会有这个方法 因怜就是因为他的性情 祝福的心态 所以他会有这些计划去爱人 去祝福人 然后他有计划如何行动出来 然后最后他会行动出来 这些其中有些是有重复的 因怜和行动有重复的 但不要紧 你就是在经文 在经文里面发挥 将这件事发挥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